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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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拍屋 不要碰 法拍屋 井口真理子 你還記得嗎 誰會記得 我都不記得 井口真理子超凶六百萬美人藥 專家部底下再打八十有機會 台南的東區 你看 沒有人知道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今天看這個房子 看起來好好的呀 漂漂亮亮啊 然後什麼 粉紅色的外觀 然後一樓好像又是停車庫 還是什麼店面 不知道 感覺乾乾淨淨的啊 這種房子應該很好買賣吧 感覺好像很好買賣吧 結果你一查 他就凶宅 然後你只要輸入這個地址 或是輸入這附近 或是附近的街房 哎呀 你買這一棟 凶宅啦 什麼井口真理子啦 歐巴桑都知道 歐巴桑都死掉 年輕人知不知道 年輕人不知道 可是你可能在這裡面 飄了二十年 因為凶宅有凶宅的特色 他就會一路凶到底 那根據我們的法規的規定 你只要是凶宅 你的不能喊說明書就要寫凶宅 生生世世都要標示著凶宅在上面 如果你沒有標示就表示你 標示不清 你未照文書 你哪一天被告 你一定輸 凶宅要賣一定要標示 做錯事 我不要講犯法 就是做錯事 你必須要告訴人家他是凶宅 你如果忘了告訴人家 人家只要提告你就得吐出錢 你吻輸 你在法院上吻輸 所以買凶宅的標示 人家沒有人知道 全世界都該知道 只要他知道他住的房子是凶宅 十幾年都一樣 因為我們的叛逆就是這樣 他住了十幾年 然後發現他的房子居然是凶宅 於是一撞告上法院 前屋主敗訴 你要把錢吐出來 這個是洪若潭命案 這個醫生買就熊 買一千萬而已 一千多萬而已 買這麼大一塊田 漂亮的鑰匙 醫生曾經對某些媒體講說 我買房子就是投資客 我偶爾來住住 我不怕我是醫生 我見慣生死 可是這個是洪若潭命案 誰會記得洪若潭命案 不是我也忘了幾年 他就是一家五口住在那邊 然後被人家 在家裡的焚化炉被燒死 被一個歹徒殺死了之後 然後丟到自己家的焚化炉 然後燒死 所有的骨頭都在他們家的焚化炉裡面 這個叫洪若潭命案 一家五口 然後這個焚化炉 還在他們家的後院 那個屍骨當然被撿走 可是那個陰氣怎麼散得掉 我不是很確定 然後我看到報道很好笑 所以有一次一堆人在那邊 開洪若潭很開心 醫生都在啊 對不對 然後突然間 發出怪聲音 還是什麼東西 掉下來什麼鬼 全部人下來了 陰造 冤魂是會一直出來 這塊地上面 直到冤魂的陽獸遺境 比如說他有那個 他的小孩 可能被殺害的時候 可能就十幾歲 然後他的命可能要長到九十歲 那就是這幾十年都是陰魂不散的情況 那如果沒有人住 或是有陰氣很重的話 陰氣也會聚的嘛 聚陰嘛 所以我自己的觀察 我這時候我自己的觀察 房子超過一年沒有人住 這個房子就可能會有阿飄進去住 你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看過的是超過一年以上的新古屋 就是沒有人住過的房子 連裝潢都沒有的房子 只要是超過一年沒有人住 裡面就可能會有阿飄 那你可以說 我是信耶穌的 你的阿白講這樣 沒有關係 你自己信耶穌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呢 一年以上沒有人住 這房子就會有煤氣 煤菌 然後就會發煤 你就很容易生病 他的生病的結構 跟阿飄的生病結構 是一模一樣 連祖先百慧都留下 標法拍屋講便宜 入屋請念垃圾山 有一個人買了一個法拍屋 標進來除了垃圾山之外 還有人家的祖先牌位 你如果是說 覺得說阿這只是木頭啦 這些神佛只是木頭 都在耶很恐怖耶 這記者當初怎麼敢拍 你覺得只是木頭 你把它燒一燒就好了 不是這樣 不是人家的祖先牌位 祖先的魂魄都進來住了 然後你沒有移走的話 他還是留在這邊 然後你 你的房子住的別人的祖先 不是很奇怪嗎 當然說二手屋 裝古屋市場 有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呢 正常的買方啊 你在把祖先移置的時候 你會做你的處理 比如說請走 比如說拿去廟裡化掉 比如說請專人來化掉 甚至那一張紅木桌啊 以前家裡不是很多的紅木桌 拜拜用的嘛 那張桌子 神吃飯的 或是那個祖先吃飯的桌子 也不能亂送人家 你要化掉還要請專人去把它燒掉 什麼等等 有點麻煩 那自己 你去撿那種 什麼 神龛 那個木頭來弄 總之要很小心 因為只要是牽涉到 宗教 都是我們沒有很懂 都是要找人家化 不過會怎樣 心裡毛毛的啦 或是你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間東西飛起來 我們都不知道啦 這件事情呢 我們只能夠 接下來問我們的謝老師 謝維景老師 因為年提到了 我下禮拜請謝老師來講講話 看看你們有什麼新的問題 今天可以先提前問他 我再來事後問他 有什麼任何問題 早一點告訴我 我來轉告你 那你看海沙屋 大大大寫海沙屋喔 而且這麼大一棟 電梯大樓 有喔 不然你說 啊 史惠哥買在最低一點 我買這海沙屋來投資好不好 你要這樣子投資也不是不行啦 你說啊 那我買下去不住嘛 我等待都更期間 我租人家可不可以 也不是不行啦 可是呢 這個社區剛好發生這樣的事情 有點恐怖啊 看到喔 有一天碎碎的天花板塌了 然後剛好壓到這個床 這是一個床 枕頭在這裡 兩個枕頭 這個是天花板的架子 鼓爺幫來 嚇死人 我不知道有沒有死人 總之看起來好像 突然間幫下去 好像屋主是沒有受傷啦 所以你說 我們投資 你看 粉紅色 這是有人油漆的啊 感覺也是正常的住家啊 所以就是說 你今天要買海沙屋投資 不是不行 可是你必須要讓房客 承認這樣的危險 跟你的這樣的危險 那就不要了 因為它真的是很危險 可以嗎 那你說 老房子老公園有沒有這個問題呢 你只要看到你這種 天花板剝落有沒有 水泥塊剝落 鋼筋裸落 你都必須要想到說 它是不是海沙屋 它是不是綠離子超標 然後超標到 隨時天花板會 趴下來 看懂齁 真的是很恐怖耶 一個整個這樣幫下去 如果睡在上面 你聞死無疑 你不要以為 好多灰塵 不是 你聞去戲耶 這很重 打下去不死也半條命 半條命 敗絮其山買台 反到海沙屋 屋主要比仲介更懂 這個人就很衰了 他是外國人 在肥台首次購屋 在美國買過三次房子 美國買過三次房子 不代表在台灣有經驗了 然後呢 他到底是買個房子 然後全部包得漂漂亮亮 後來才發現 仲介騙他 他買到了海沙屋 這個房子怎麼住 這可能只能等都更 他會哭死 或是說你去提告 告屋主有什麼 騙你的事情嗎 什麼等等 然後呢 當然 這時候房仲會說什麼 我們是受害者 我們也不知道啊 我們已經盡力 幫你做什麼 仲介我們查證 我們盡力的幫助你 提打官司 對屋主什麼等等 好啦 就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找房何不使勁看看 全新上線專人導覽 安心防疫賞屋零距離 立即下載 永慶快搜